苹果确定9月12日召开发布会,将发布新款iPhone。 8月31日,据CNBC报道,苹果向媒体发出邀请,宣布将于美国时间9月12日在士蒂夫·乔布斯志愿 发布最新产品系列,活动将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始,与此同时,据CNBC报道,在苹果9月12日新品发布会即将来临之前,苹果写录新iPhone的图片及其名字iPhone XS。 分析时和新闻媒体预计,今年苹果几乎每一条产品线都将升级,又报道称,苹果今年将推出新款iPhone新款MacBook Air,和升级版Mac Mini,以及iPad和Apple Watch的升级版。 苹果还讲更新iPad Pro的屏幕和类似iPhone X的功能,包括Facebook ID和手势控制。 中兴,华为5G在海外域组商务部,继续鼓励支持中期走出去。 8月30日,商务部上,开例行新闻发布会。 针对中兴,华为5G在海外域组的问题,商务部表示,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趋势不会改变,实现与动到国互利共赢,共同发展的愿望不会改变,促进全球经济增长,会及所在国民众的努力不会改变。 商务部还表示,将继续鼓励并支持有条件,新育好,实力强的中国企业抖出去,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对外投资,继续推动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,维护中国企业在投资目的国的合法权益,为企业营造开放,公平的竞争环境。 中兴上半年净亏损78.624亿元,上年同期,净利22.93亿元。 昨日,中兴通讯发布半年报,上半年净亏损78.624亿元,上年同期净利润22.93亿元。 2018年上半年,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394.34亿元人民币,同比减少26.99%,主要是由于运营商网络,消费者业务,营业收入将上年同期减少所致。 2018年1到6月中兴通讯,个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,为付78.624亿元人民币,同比减少441.24%,基本每股收益为负1.87元人民币,主要由于支付了对美国10亿美元罚款。 即2018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众大事项进展公告,所述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,无法进行导致的经营损失,预期损失所致。 格力电器上半年净利128亿元,同比增长35.48%。 昨日,格力电器发布半年报,营业收入909.8亿元,同比增长31.5%,净利润128亿元,同比增长35.48%。 格力电器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09.8亿元,较去年同期的691.8亿元增长31.5%,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8亿元,较去年同期的94.5亿元增长35.48%,基本每股收益为2.13元,较上年同期的1.57元增长35.67%。 华东无人机基地在户启用,拥有58平方公里陆地空域,国内首个正式允许无人机开展多场景测试,应用的基地。 华东无人机基地,8月30日上午,在上海尖山工业区,接台启用。 该基地在民航华东管理局,上海市交通委,上海市京西委,尖山区政府,空军94826部队等共同推动下成立。 现有58平方公里陆地空域,一平方公里是飞起降点,拥有纵横两条长800米,宽三十米狮子行跑道。 基地将聚焦无人系统和航空创新,带付起无人机的研发测试,展示交易,行业应用,培训教育,运行管理的中央任务,并进一步引领上海及华东地区,无人机产业发展。 支付宝回应法定代表人变更,非日宁主体与公司运营无关,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,2018年8月29日,支付宝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,有马云变更为叶玉清。 除了身兼支付宝董事长和经理的职务,叶玉清还同时担任阿里巴巴、余航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昨日上午,蚂蚁金服方面对腾讯一线回应,趁支付宝的运营主体,是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,并非支付宝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 把定代表人变更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,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无关。 有接近蚂蚁金服的相关人士对腾讯一线表示,叶玉清在蚂蚁金服内部主要担任法务工作,并非实际管理人员。 小米向印度网络贷款平台GestMoney投资1340万美元,在成为印度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之后,小米开始从硬件,向互联网领域, 的延伸,在印度互联网市场动作频频,去外媒最新消息,小米近日向印度一家网络贷款公司,投资了1340万美元,据国外科技媒体BGR报道,小米投资了总部位于安加罗尔市的印度网络贷款平台GestMoney,小米此次参加的是该公司A轮融资。 4月份,媒体已经报道小米和上述公司,启动了投资谈判,在此次投资之后,小米一共持有该公司多少股权。 上部详,医保支付计划香港IPO募集资金约2亿美元,去外媒保道成,中国支付服务公司医保支付计划香港IPO,募集资金约2亿美元,医保支付于2003年8月成立。 总部位于北京,是第一,P同事线下银行卡收担业务的第三方支付,最近几年,医保支付也遭遇了不少挑战,如2015年7月,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的出台,明确规定了P2P平台的资金存款。 由银行负责,医保支付的资金存款业务不得不被迫放弃,2016年8月,医保支付9P成功续战,支付业务许可证,但与此同时也遭遇了5000多万的罚款大单,因其违反相关清算管理规定,被没收违法所得1059.2246万元,并被罚4236.8984万元。 投资者大力做空大型科技股,阿里巴巴190亿美元股票被卖空,去外媒报道,大型科技股是全球牛市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,但随着投资者纷纷压住这些股票将会下跌,由数家著名公司组成的美国大型科技股主和FAMG的空头头寸,在过去一年激增的超过40%, 眼下,投资者已经卖空了约370亿美元的FAMG股票,其中包括Facebook、苹果、亚马逊、Netflix和谷歌姆公司Alphabet这较一年前增加了42%, 根据金融分析公司SFAMG Partners的数据,亚马逊在5家公司中一马当先,被卖空的股票数额高达近100亿美元,数据显示,在全球空头寸头,最多的10大公司中,科技公司总体上占了一半,其中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榜单中位居首位,其接近190亿美元的股票被卖空。 美光以2030年前投资30亿美元扩建芯片厂,美光近期宣称,计划到2030年前投资30亿美元扩建其位于古金尼亚州玛纳萨斯的芯片厂, 美光位于爱达和周博一希,负责生产DRAM内存芯片,该芯片广办应用于个人电脑和其他很多设备中,它还为很多设备生产MAND闪存芯片, 这笔投资分12年完成,相当于每年投资大约2.5亿美元,它将创造大约1100个新工作,苏宁易购半年爆出炉,营收1107亿元同比增32%,昨日,晚间,苏宁易购发布2018年半年度报告,财报数据显示, 2018年1到6月,苏宁易购实现营业收入1106.78亿元,同比增长32.16%,实现商品销售规模为1512.36亿元含税,下头, 同比增长44.55%,上半年苏宁易购实现营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.03亿元, 较上年同期增长1959.41%,半年报同时显示, 截至6月30日,苏宁易购各类自营及零售人家蒙店面共5578家,较2017年年底竞增加1711家店面, 自杰跳动前员工倒卖公司,废弃账号牟利200余万被抓,海电警方昨日发布消息, 警方破获一起前员工跳逃后流后门,利用技术手段复活, 并倒卖废弃账号,非法牟利200余万人的黑客类案件,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。 海电警方介绍,2018年7月26日,北京自杰跳动公司报案称, 有人在互联网上大量贩卖账号,责卖达人,这公司造成了损失。 据了解,北京自杰跳动公司,为帮助方新购商家,通过自媒体导流, 在2016年底通过公开招募的刑事开通,而特卖达人账号,后公司对该账号的开通策略进行了调整, 并在2017年初关闭了申请通道,不可先赠。 目前,犯罪嫌疑人罗蒙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, 所以已被海电警方刑事拘留,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, 蔚来汽车对标特斯拉已交付1381辆车。 蔚来汽车日前更新招股书,招股书显示, 蔚来汽车最高募集资金15.18亿美元,发行区间6.25到8.25美元。 招股书显示,蔚来汽车2018年6月到8月分别生产了272辆,831辆,1097辆, 一共生产2200辆汽车,一共交付了1381辆车,还有约1.5万台车带交付。 蔚来汽车2018年上半年营收为695.1万美元,约4599.1万元, 其中汽车销售营收670亿万美元,约4439.9万元, 其他销售营收24.1万美元,约159.2万元。